第591集 众人纷纷应声 女子四处看了一眼 朝方平众人离开的方向扫了一眼 不过并未开口 一拍猛虎猛虎冲天而起 咆哮着朝发现封灭声众人的方向追去 先杀了封灭声他们再说 至于这支五人小队 女子脸色略显凝重 这才进入一天 腰直一脉损失殆尽 还是多加小心 灭杀了封灭声众人 不能再前进了 必须要等几位准统领突破 才能继续前进 这一次王战之地很危险 复生之地 女子骑虎前行 心中泥喃 王妇他们想要联手妖职一脉 共同杀入复生之地 真的能行吗 一小剑大 复生之地可不是真的毫无还手之力 明王武王战王这些真王强者 哪怕是他也如雷贯耳 镇天王这样的真王顶级 甚至传闻堪比传说中的二王 二王若是不出现 真的能行吗 女子轻叹一声 可惜 他实力低微 无法影响到王庭决策 同一时间 封灭声如同受伤的孤狼 双眼血红 环顾一圈四哭四笑 一败涂地 他都没想过 进入才一天 王庭强者死得差不多了 128人进入王战之地 此时此刻 身边加上他自己 只有八人 来时豪情万丈 此时却是如同丧家之泉 收拢了这些残兵败将 除了他再无精确合一 封灭声看了一会儿 他不知道 是否还有其他人逃过一劫 可如今能收拢的 只有这么多人了 走 去和不恶请他们会合 封灭声双眼血红 还有机会 三大准统领巅峰的强者 还没死 他们还在突破 等他们突破了 还有机会 身后 一个六品巅峰的铠甲舞者 面色如指 站立道 封王子 我们 我们还要在这儿逗留吗 混账 废我 封灭声喝骂了一阵 半晌 忽然有些颓废 紧接着 恢复了冷漠之色 开口道 你 现在从入口回去 回去告诉王叔 这里发生的一切 让王叔让人进统领域 告知王兄 让他们破壁前来 这一次 我不甘心 你们甘心吗 我杀了湛王后人 我心难平 江浩之地最不可恕 湛王后人都该死 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要杀了他们 另外 方兰 你带几人 去寻找其他逗留子弟的王庭众人 通知附属皇朝 宗派之人 全部来此听令 封灭声下达了一个个命令 这一次 他不甘心 蒋超 他一定要杀了他 新进入的人 虽然死了很多 可王战之地 还有一些三年前 甚至更早时期的王庭众人 还在此地 一些附属王朝和宗派的人 也在此地 如果同领域的王庭众人 能找到借弊薄弱处 破壁前来 蒋超一定会死 一定 如果是其他人 同领域的人未必会来 可现在 是蒋浩的弟弟 那么那些人一定会来的 只要杀了湛王的敌传 哪怕这次出了这么大的变故 他也可以戴罪立功 杀了湛王的敌传 也许功劳更大 明王 湛王 这两位复生之地的 顶级真王后裔被杀 我只会有功无过 封灭声想着想着 又想到了之前爆发出 真王护体绝学的那个人 那又是谁 能有这样的真王绝学护体 绝对也是真王看中的后裔 没想到 这一次复生之地 进入了这么多重要的人物 封灭声一边带着人飞速前行 一边思考着这些 真王后裔多了 有的真王传承数时代了 哪会在意那些血脉极远的后裔 可那个胖子 爆发了真王护体绝学 绝对是真王极其看重的人物之一 加上蒋超 以及明王的孙子 杀了这三人 这一次进入王战之地 就不算失败 妖命王亭的女子和封灭声的打算 方平不知 也不会去管 此刻 方平几人已经躲进了一个山洞中 用巨石封闭了山洞 方平勉强布下了一层 薄薄的精神力屏障 接着就瘫倒在地 其他人也是如此 几人躺在阴冷潮湿的石地上 下一刻 却是纷纷放声狂笑起来 哈哈 爽 发财了 方平大笑 哪怕直到现在 依旧头痛欲裂 方平也忍不住地兴奋和激动 其他人也是如此 蒋超已经开始在吞服生命精华 这胖子 这一次也带了不少进来 一边喝着 一边犹豫着 要不要给其他人来一点 不过看了看 其他人伤得好像不是太重 蒋超还是放弃了这打算 自己还是留点保命的玩意儿吧 喝下了生命精华 蒋超马上转移了视线 看向方平大声恭维道 方平 厉害 太厉害了 你们这次可是杀出了 足以扬名禁区的威名 几个人灭杀了 妖职王亭百人以上的队伍 这简直堪比灭枯之功 回到地球 绝天都要为你们庆功 胖子那是一个劲地拍马屁 说到最后 更是沾沾自喜道 当然我也小有功劳 不过我不鞠躬 主要还是你们几位领导的好 这一次我们也杀了三位精血合一 振兴城这一代 功劳比我大的也没几个了 方平 这个你们要给我作证 方平没理他 开始往外倒东西 神兵一把接着一把 一把接着一把 哪怕财大气粗的蒋超 这时候也说不出话来了 咕咙一声 咽了一下口水 振兴城有神兵 而且还不少 十三家夹在一起 神兵大概也有近百的样子 当然也是七品为主 八品都不多 老祖们可以杀一些七品 主要不是太惹人眼 也没几个人在意 可杀八品 八品今生 那是神佛境界 这样的强者死亡一个 都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轰动 七品为统领 统领即强主 那也只是一方统领 八品为尊者 所谓尊者境 也带有一些人人都要尊重的意思 包括在禁区也是如此 九品 外语称王境 禁区为了避讳真王 称呼为神将境 带有神字 哪怕只是神明的将领 也是尊贵无比的 所以振兴城那近百饼神兵 八九品的屈指可数 七品的也就六七十而已 这还是十三家的积累 而方平现在拿出来多少了 蒋超一眼扫过 恐怕不少于五十饼 就在这时候 方平停下了动作 喜色微减 有些不太满意到 我记得他们那边超过了七十饼 跑了一些人 按理说也有六十饼左右 怎么就五十六饼 五十六饼 蒋超真的有些咽口水了 我的妈呀 这是一波发呀 这些人真恐怖 就这居然还不满意 方平暴露了这么多财富 绝颠大概都想打劫他了 他就不怕被人砍死 不对 这家伙不会杀人灭口吧 在场的 就自己好像是外人的样子 想到这儿 蒋超打了个冷战 方平余光瞥了他一眼 笑道 胖子 怎么了 受伤太重 发冷 没 没有 方平笑了一声 又道 我方平这人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当然 也是有恩必报 有福同享 你这次干掉了三个精血合一 爆发了绝招 我也不让你吃亏 上次夺了你一双战靴 现在再送你一双 如何 蒋超甘笑道 那个 不用了 真不用 别啊 这不显得我方平太过小气 我方平是那种人吗 不是不是 蒋超说着 方平已经随手丢了一双 刚拔下来的靴子 笑道 这个给你了 质量还不错 蒋超小心翼翼的结果 心里盘算着 这算不算风口飞 方平也不多说 继续道 除了神兵 还有不少精神力进断配饰 加在一起 总共是六件 好像有几件被负灭声带走了 说到这儿 方平脸色不太好看 神兵少了 精神力进断配饰少了 原因就在于之前杀的一些人 东西被封灭声拿走了 那家伙身上除了长几 好像还有几件神兵的样子 精神力进断配饰 大概也有一些 方平没再多说 迅速道 55柄神兵 八品的一件 是那个怀木清留下来的 七品巅峰的三柄 七品高段的五柄 中段的八柄 初段的三十八柄 用钱算的话 大概是六千四百亿 到六千五百亿的样子 精神力进断配饰 六件 大概十五斤 算一千亿吧 除了这些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一些能源石 能量果 腰术铠甲 一千亿还是值的 另外 一些人身上还有一些生命精华 不过都不算多 他们用掉了大半 也就剩下了几斤 加在一起 这次收获算九千亿 大家有意见吗 李寒松嘴巴都快笑歪了 哪有意见 马上到 没意见 姚承军则是脸色变了又变 他还是第一次和方平下地哭 可就这第一次 他觉得自己真的长见识了 赚钱 是这么赚的吗 五大这边人人都在说 魔武方平财大气粗 身家堪比九品 不 九品都没他赋予 以前没太大的概念 现在有了 九品能有方平赋予 这不是钱的问题 不到万亿 政府没钱吗 政府拥有的财富 比万亿多了无数倍 关键问题是 无者的修炼资源 往往虽然用钱等价代替 可不代表万亿 可以买来这些 用万亿买来五十五柄神兵 政府恐怕马上就会掏钱 钱多了 那就是数字 就是纸 五道资源 真要都用钱换 那经济早就崩溃了 五大这边用学分换 军部那边用军工换 其他各部也有自己的换算方法 几乎不会涉及到真实的金钱 总而言之 方平说价值九千亿 真要用钱 十倍金钱都未必可以买来 此刻 几人已经陷入了幻想中 方平还算冷静 开口道 按照之前的分配 我能分四千五百亿的东西 说着 方平干咳一声 再次看向蒋超道 这里不少东西 都是我们之前获得的 并非这一次 所以你这边 蒋超极为识趣 马上道 明白 放心 我知道的 啥三个精血合一 能拿一箭神兵 你让那些七八品武者 卖一次命都够了 蒋超那是一脸的认同 分我一把神兵足够了 不用再给 再给 我怕你们几个恶狼 能宰了我 这几个家伙 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主 给一把神兵算不错了 方平笑咪咪道 胖子 我们太穷 那就不跟你客气了 这样 生命精华能源时这些杂物 都归我 我再要三件精神力 尽断配识 算两千亿好了 神兵的话 八品的长剑我要了 七品初中高 我再挑二十把 剩下的都归你们 如何 李寒松联盲道 没问题 那我能分 一千三百五十亿 说着 李寒松咧嘴笑道 我要精神力尽断配识一件 外加十把七品神兵 这应该够吧 一旁 王金阳也道 我也要 我也要 姚成军没说什么 剩下的都归他了 他还能拿十四把神兵 外加一件精神力尽断配识 这样的收获 姚成军一时间有些茫然 自己不是在做梦吧 方平也不管他们 他对有些人很小气 对有些人 确实很大方 愿意跟着他拨命的 关键时刻敢站出来 顶他的 他都不小气 老王这些人 方平就是分他们 三五把神兵 他们大概也不会说什么 可老王和铁头 跟他一起拨命 不是一次两次了 至于姚成军 虽然还是第一次 跟方平下底哭 可该出手的时候 也不含糊 在入口处伏击对方 有多危险 傻子都知道 姚成军可不是太清楚 方平的手段 依旧是义无反顾地 留下来了 几乎没考虑过的 而其他人 都跑得飞快 哪怕蒋超这家伙 虽然留下了 最后也是离开了 就是因为 不确信方平 他们可以做到 留下 那就代表 愿意同生共死 那就是自家兄弟 方平站大头就够了 也不会故意 去苛扣这些人 次数多了 大家也会寒心 哪怕方平 给他们的不少 方平做好了分配 开始等待了起来 这一次 他分四千五百亿 其中有一千三百亿 之前结算了 按理说 还能再加 三千多亿财富值的 分配完毕 如果系统判定 没有危险的话 应该就可以增加 财富值了 这也是一个 潜在的功能 方平现在算是发现了 系统判定 是否脱离危险 应该是根据 周边环境和 威胁程度来判定的 系统难道可以 监测周边的环境 方平心中 生起一些异样的念头 也许是吧 之前在天南地窟 他们因为一直处于 近济海边缘 所以一直没给他增加 财富值 后来哪怕到了 华国宗师所在的区域 也是没增加 因为对面还有一大群 酒品在 这样的危险 其实是未知的 并非近在眼前的 然而系统依旧 判定他处于危险中 方平心中念头生起 确实没去深想这些 有时候想也没用 如今的他 还是太弱小了 没必要 想这些没用的 这一次 危险的判定很快 周边 应该确实不存在 威胁方平生命的 生物和环境了 财富值迅速发生了变化 财富 9500亿 转换 气血 8620卡 上限 9633卡 精神 120赫 上限 149赫 脆骨 触无空间 能量屏障 气息模拟 无变化 之前 为了遮蔽其他几人的气息 加上恢复精神力和气血 方平消耗了不少财富值 算下来 增加的财富值大概在3100多亿的样子 应该没到3200亿 方平也不是太在意 上下差距一点也正常 还差一点点 就能到万亿了 方平有些感慨 之前觉得万亿摇摇无期 如今却是只差一步了 至于所谓的一点点是500亿 方平觉得不算什么 在王战之地这样的宝地 毛毛雨而已啦 500亿 干掉了封灭声 躺着到万亿 躺着到万亿 二十分之间